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新西兰和我们的义工 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朋友 还有我们从悉尼、莫尔本、布里斯本 他们赶过来的一些义工朋友们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一起见面 因为人跟人就是一种缘分 很多人说我们一辈子 为什么我会跟他成为夫妻 为什么我会是他的孩子 他会是我的妈妈 实际上看得到的都知道是缘分 看不到的以为是好像是一种无缘 好像聚在一起 实际上人跟人就是一种缘分 如果一个人没有缘分的话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所以过去我们中国人讲 擦肩而过五百年 就是说你今天肩膀跟肩膀碰一下 就有五百年的缘分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缘 今天我们在一起呢 不单单是普通的缘分 我们还带有一种很崇高的缘分 那就是佛缘 所以学佛人在一起 那么佛缘就更足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学佛人 所以大家在一起呢 好好学佛 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实际上那就是佛缘到了 在人间 大家最需要的就是改变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困苦 现在你要去问人家说 你下辈子还愿意不愿意投人 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说我下辈子不要再投人了 人太厚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二三十的人 说我还要来做人 我想做一个有钱人 我以后想来做一个有名气的人 实际上想一想 台长跟大家讲 人本质 佛法说本质是什么 也就是由生而来 由死而皆死 实际上人的最大的一生当中 最大的两件事情就是生和死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们坐火车 今天由这个出发点上火车 到那个到终点站结束 你说说看 你在火车上所有做的事情 是不是都是空啊 我们今天生出来了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走的时候 就这么稀皮糊涂走了 台长经常说 我们的父母亲就是这样 为我们像春蚕土司一样 天天的为我们 把我们养大 现在你们都把我们到哪去了 他们可怜不可怜 一辈子 情情简简 结结约约的 想想看 做人可怜不可怜 所以学佛人 因为你们今天也有当地很多的人来 所以呢 台长呢 只能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学佛要有个基础 那就是慈悲 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身在这个社会当中 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愉快 以后还要来投人 这个人没有佛愿 因为菩萨说过一句话 救的人要愿意 自己先要救自己的人 菩萨才会救 如果这个人自己都不愿意救自己 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救他 所以真正的学佛的人要懂得 我们做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说我一辈子很孤单 是不是 是孤单 菩萨才长 我很辛苦 你帮我看看 我为什么这么孤单 我跟他说 你不但现在孤单 你以后还要孤单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来的 死的时候没人陪你一起走 你还是一个人 所以到人间就是孤孤单单的来 孤孤单单的走 老夫妻两个人感情再好 也没听说一个 老伴啊 你先做话 过两年我来看你 为什么现在不就跟他一起走啊 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季女界 想一想 爸爸妈妈为我们天天的忙 为我们孩子 为我们孙子这么忙 新西兰也有很多老伯伯 退了休了 有个没事的 到这里又来加班了 带孙子了 还要看女儿 儿子女儿的脸 想一想 不就是欠了吗 生出来那一天 你们就知道讨再回来了 讨到现在还没讨完呢 想一想 真的 中国想想不不想 还要跑到这里来带孩子 不就是欠了 不欠怎么会来的呢 抱着这个孩子 还拼命叫他小祖宗 很多台长用图层看出来的 真的是你们家里死人的祖宗啊 偷在他孩子孙子啊 所以你继续玩啊 因为你对你的爸爸妈妈不好 所以你的孩子生出来的小孩子 就是你的爷爷 你的奶奶 你继续抱着对他好 这就叫抱怨 所以学过人要懂这些道理 你再多的佛的道理 实际上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慈悲 一个缘 因为人是讲缘分 没有缘 你们今天也不会到这里再跟台上 大家一起聚聚 因为有缘分 大家才能走到一起 所以做人要懂得希缘 真希缘 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 实际上想一想 自己还能活几年 但是他们来到台长 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说陆台长 我气死了 我恨死了 我说老先生 你今天还活着 都还没有气死 你还没恨死 我说但是你很快就会死了 因为你不断的恨 不断的气 对不起 那你就很快就要走 所以做人要懂得 不要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体 做人为什么要吃人家气呢 学佛 很多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们就做不到 一个人爱面子 大家知道吗 人不要爱面子 爱面子就会生气 一个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我们悉尼有一个老先生 本来一直开开心心 几番想叫话 整天的开开心心想笑话 好了 跑到奥特利亚来 他女儿买了一个house 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 边上要造一个 另外造一个房子 结果呢 这个房子呢 好了 原家骗了他五万块钱 不给他造 说你的合约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把我们的砖啊 木头放在那里 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他就开始生气了 打官司 打官司打了两年 他从打官司这一天开始 一直生气 逢人就讲 逢人就骂 气坏了 打官司 花了很多钱 最后两年官司打赢了 法官判五万块钱还给他 还是他的钱 他从打官司那天开始生心脏病 等到两年官司打赢了 死了 他的老伴来找我看的时候 我说 你先生就值五万块钱 一条命 为什么要生气啊 为什么要气啊 人 我昨天还跟大家在讲 生气生气 我昨天在飞机场里面 来接我的时候 我跟他讲 气怎么来的 气不就生出来了吗 不生哪来的气啊 孩子反倒哪来的 不是你生出来的吗 不生哪来的孩子啊 你不要学会生气 要学会啊 放弃 什么叫放弃啊 什么事情无所谓 我就放弃了 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看看你们现在下面有很多 老先生过去官做的还不小呢 今天有吗 有什么 就只要学会放下自己 对不对啊 我曾经讲过秦始皇 当年在秦国 第一个皇帝 谁叫始皇秦始皇 吞并六国 征战南北 驰骋将场 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当年呢 看见他没有一个不归下来的 哎呀 这个皇帝厉害 现在谁知道是他 他到哪去了 不学历史的 谁都不知道他 对不对啊 当年少帅 张学良 厉害吧 谁都知道他 哎呀 为了一点点事 东北军 啊不得了 有名了 啊对不对啊 现在小孩子考试 那问他 西安世边的主角是谁 小朋友说写 庄学友 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当年多有名的人 现在到哪去了 所以不要还把自己端着 端着你会端出问题出来 要放下自己的 今天我为了孩子 我就无所谓了 我今天这把年纪了 我好好的学 我就好好的玩 我就开开心心过日子 对不对啊 我不要生气 放得下自己啊 所以呢 每个人呢 要懂得真正的 学佛的基本点是什么 学菩萨的基本点 要告诉你们 不见仁过 但见即过 就是说 不要只看人家不好 就看自己不好 就好了 因为你老看人家不好的人 活得难受 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看到最后啊 看自己都不顺眼了 所以有的老妈妈 在家里就是的 看着女儿 妈妈妈 看老头子 老头子 妈妈 妈到最后看看自己 我这个老头子也不是东西 我怎么跟这么多 不是东西在一起啊 有一天一个老妈妈跟我讲 我家里人都不是东西 我说当然了 他们都不是东西 你是东西 我也不是东西 那当然了 你是人嘛 要懂得解脱 就是放开自己 一个人要经常看着人家的毛病 他就活得难受 对不对啊 你经常看着自己有毛病 他活得 哎呀我这个人怎么又不当心啊 哎呀怪自己 你一生不悔啊 经常讲自己不好的人 一生没有懊悔啊 为什么 你恨人家 讲人家不好 你总觉得人家在对你不好 你到后来很后悔 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碰到这些人啊 这么难过啊 周围都是这些 不三不四的人啊 实际上呢 你的眼睛里不三不四 你看出去人家都不三不四 你的眼睛里对人家不好 你看出去人家都不好 你的心中有佛 你看出去人家都是佛 还想今天你心中有佛 我看你们都是菩萨 我看见你们开心啊 我所以我马上就拜你了 对不对啊 看见你们都很开心 哎呀这么好 哎呦我都学佛都念经 多善良啊 我当然开心啊 我心中开心嘛 对不对啊 如果我看 这个人怎么这样 没看见 你看那样 这个人有了 好了 你说我难过不难过 我特别难过 而且经常难过的人 时间长了 他一定生病了 病从口入 那是过去 现在病从心入 心不正了 心难过了 就生病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肠胃不好 是恨出来的 很多人生气的人 心脏不好 是不是 忧郁的人 肝肠寸断 这些过去都有的道理 为什么我不学 所以学佛人 就是要改变自己 今天台长台 我跟你们讲了一大堂佛理 你们很多人听不懂 为什么心灵法门能够 在短短的几年有五百万幸福 很简单 因为它是真正能够帮助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众生的人 因为很多人要死了 很多人不想活了 来找台长 我可以让他不上吊 我可以让他不去自杀 那才是真的帮助到人家 对不对啊 他的工作不好了 我们帮助他好 他想不开了 我能帮助他好 他身上生癌症了 我能帮助他 医生都说治不了的人 我能够帮助他 那这就是能够帮助到人家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我跟你们大家结一个语言 希望我们只管耕耘 不会收获 学佛的人只管耕耕 不要管收获 今天很多人毛病是什么 做了一点好事 老要记着人家还他 你们想一想就有了 很多人帮人家介绍朋友 介绍完之后这个朋友就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难过 他觉得我帮你介绍朋友 你结婚为什么不对我好啊 你结婚为什么不把我放在主席边上啊 然后你为什么我对你们这么好 你们介绍 没有我能认识你们吗 好了 对人家要求越来越高 最后人家把他跑起了 然后他吃了半死 朋友都没做了 爸爸妈妈对孩子也是这样 我把你生出来把你养大 你为什么现在这样 对我不这样 觉得有一种好像要讨债的意思 所以这样时间长了 孩子跟爸爸妈妈就产生隔阂 实际上要懂得啊 不要吃老板 不要理性萌啊 真的有智慧的人 生出来你们知道 孩子就是来讨债的 无债不来啊 不是还债就是来要债 所以不要去恨 难过 我们悉尼有一个老夫妻 过去爸爸在国内做局长 退了休之后 跟老太太两个人过来 跟脾气还是这么大 还是把儿子当成像过去一样 从小的这种样子 现在儿子不一样了 儿子有人给他撑腰了 找了一个媳妇 像娘一样的靠着 小娘厉害啊 小娘控制他 最后老先生就天天骂天天骂 最后在小娘的命令下 儿子把老爸和老妈赶出去 睡在火车站 被记者拍照片 想一想啊 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过去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人要懂得放开的 过去就是过去 学博的人啊 过去就过去 没了就没了 为什么把过去 要放在心上 为什么要把不好的事情 放在心上 啊 千万要把自己的 千万要把它去掉 要抵掉 毛病啊 一个人不能老记人家愁啊 很多忧郁症怎么出来的 就是因为被人家欺负了之后 他一直讲 我认识一个老干部 在国内 那个时候 那个十年浩劫的时候 被人家打人弄了 他想不通啊 天天嘴巴里去讲 最后 神经病 到了医院里 跟医生也说 人家问他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传 传你 传你 所以 一个人想不通 就是在作见自己 一个人想不通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想得开 要想得明白 所以菩萨刚刚讲的 一个是不见人过 但见几非 还有一个只管跟人不计收获 就是你要做好事 只管做 总归有回报的 不要去等着人家 等着人家 你等不到很难过 你不等人家回报你了 你会觉得意外的收获 所以做人不要去 然后等着人家 所以 现在的人已经小气到什么程度了 去吃人家喜酒 要算一算 我们家四个孩子 他们家两个 我就去吃喜酒 因为我送一个红包 以后 我有四个孩子 接四次婚 你就得送四个红包 人现在都是这么爽的 对不对啊 所以 我经常说一个笑话 就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小笑话 说隔壁邻居 经常去问人家接触 问人家接触 接到从又不还 这个小孩子 妈妈都很难过 你经常吃我们家 拿我们家的厨去 就跟孩子说 孩子 你也去问人家 再讲 对不对 就 华大大家怎么讲 那个 那个 波波啊 你好 那个 我妈妈说了 你经常 问我们家接触 我们家触到很多 我们家就是没螃蟹 你借几个螃蟹给我们 想想都是生活语言 生活中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 人活在就是现实当中 要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解决这些事情 你就那那那那的 越来越开悟了 所以菩萨的话 要分析给你们听 解决现实问题 我如果说今天来开个法会 没人来听的 我今天跟你们讲讲 心经 讲讲金刚经 你们听不懂吗 我讲人间的佛法 解决现实问题 把佛法融合在里面 你们就要听